惠宁时间,大家好,我是惠宁,法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,主要讲解卢浮宫。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正在卢浮宫进行的临时展览,它的主题是《上下埃及的法老》,古埃及历史中的非洲篇章《纳帕塔国王》。 展览的时间是从2022年4月28日到7月25日。 这次展览展现的是卢浮宫博物馆考古队在苏丹的发现。 公元前八世纪,古努比亚人在首都纳帕塔附近建立起一个王国。 约公元前730年,库什国王皮耶征服古埃及,创立了古埃及第25王朝。 来自库什的君主,也就是古埃及第25王朝的法老们,统治埃及50多年。 地域涵盖北起地中海沿岸的尼罗河三角洲,南至尼罗河两条主要支流的交汇处。 这个庞大的古王国位于现在苏丹的北部,其中库什人法老中最著名的是塔哈尔卡法老,在展览中也着重呈现出来。 顺便提一下破解古埃及象性文字的商伯良,正是卢浮宫埃及馆的第一任馆长。 卢浮宫作为顶级博物馆,在古埃及学方面也是有重要的学术地位的。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和讲座,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请您点赞和订阅。 谢谢,婚礼时间,法国巴黎。